哈囉,大家好,我是部長 大家好,我是太空小姐 歡迎收看跟收聽電影庫拉布 Welcome to the Club 哇,我們今天庫拉布要來聊什麼呢? 今天要帶大家來知道一下 這週的電影新聞有哪些 聽說我們台灣是不是有一位台灣之光 出圈了,出圈了 要去漫威了,是吧? 要去好萊塢了 對,我們今天也會稍微聊一下 就是走鐘獎啦 這個雖然說跟我們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但也是可以聊一下 這個跟網路創作者有關的一個大的社會 好的,那接下來就是電影票房的部分 那我們首先來到的是看一下台灣的票房 台灣票房當然不意外 第一個禮拜猛讀一定是會拿下冠軍的 那猛讀最終章最後一五 拿下了3639萬的票房 累計目前來到5058萬 因為大家記得好像是 禮拜三左右就上映了吧 對,那這禮拜因為有颱風啊 所以我不知道 呃,這次週末的票房會表現的如何啊 對,那總之呢 猛讀我還沒有看 但聽說評價好像就是那樣啦 這整個三部曲的評價 路線一直都是 感覺是一樣的 如果是要講這一點的話 呃,猛讀在這一塊算是真的是做的 很好的喔 對,那是 呃,這個 3639 那第二名的就是荒野機器人 那其實荒野機器人 算是開低 然後很穩很穩的一直在上去 因為其實 他的這個 呃,口碑都很不錯 對,那一開始我都已經強力推薦了 那看到他這個每個禮拜 慢慢的 越來越多人就進來到我的影評的這個留言區裡面 留言說 喔,真的很好看 真的超催淚 喔,真的很開心啊 就是這種 好的片喔 其實在美國那邊票房也沒有到 真的是說太好 所以我覺得呢 在台灣這邊有看到 你看他雖然說已經進來了一些禮拜了喔 但是你看到荒野機器人就是 這禮拜是625萬 但他累計呢 也已經來到3339了喔 呃,雖然說還不不急這個 猛讀的第一個禮拜 就已經把荒野機器人的幹掉了 但是 呃,如果你還沒有看荒野機器人呢 就呃 就趕快啊 就在他下篇之前趕快去看了 因為他真的是一部 不容錯過的一部優質的動畫作品喔 啊 動畫作品啊 電影的這個animation應該都是叫動畫作品 不錯 那第三名是劇烈 384萬啊 累計是961 那第四名是芯片乒乓南台 367萬啊 538萬 是累計的票房 那第五名呢是微笑2 呃,上一周是194萬啊 那累計是817 那第六名呢 就是聽說看完會很不舒服的快樂小丑 3 哦,是芯片的 是186萬 目前可能大家對於這個還是有點害怕 因為這個太多口碑都出來說很恐怖 這樣子 那第七名呢就是小丑雙重瘋狂 162.6萬 累計呢是7662 那第八名呢是維基航線 133.8萬 累計呢是1770萬 那第九名呢是在建福寶 是129萬 累計呢是2650 那第十名呢就是新的新上線的這個鋼製鏡禁書10 15週年特別版 98萬 98.8 對,那這個就是台灣這個票房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是北美票房啊 北美票房呢是這個一樣也是猛毒哦 第一個禮拜啊是這個拿下冠軍 不過呢這個票房就是5100多萬了 票房還算OK還算不錯 不過呢就呃對於這樣子類型的片型哦 就其實這都是已經不如之前這個 超級英雄電影最輝煌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就是這個除非是真的超級超級 無敵霹靂好看 像這種無家日等級的這種等級的好看 才會有很不錯的票房 要不然其他的可能大家都會比較偏向是觀望的狀態 尤其是猛毒 可能呃好奇人都會想要去搞清楚 到底裡面又發生什麼什麼事情 或者像我們這種影評類多少多少都還會是去 還會去看一下 但其他這種一般觀望的觀眾可能就不一定 可能就會就會想說 反正就等串流之後再看就好了 沒有一定要追著現在立刻看 對那第二名呢是微笑二哦 是這個950萬呢累計的是來到4000多 哦這些都美金哦 那第三名是荒野機器人是680萬 累計的是來到了這個1100萬哦 這個票房真的算不錯哦 一部動畫片來說 在北美這樣子的成績已經是非常的厲害了哦 對那第四名呢是這個教宗秘密會議是660萬 對那也是芯片呢 那第五名呢就是這個安德魯加菲跟這個Florence Puig 是不是還是Florence Puig 哦是我們活在時間裡 呃480萬累計的是1100萬 那這個呢是這個北美票房的部分 那我們第一則電影新聞呢 我們先來看看哦 克里斯漢斯沃基將要有望演出 白馬王子的真人電影版啊 那迪士尼就是拍了一系列的真人電影嗎 等一下白馬王子的原版是什麼 原版是什麼 就是它的真人電影版 可是它的原版是什麼東西 原版就是動畫裡面那樣啊 就是動畫裡面的那個所有的王子啊 所有的王子啊 因為我記得好像沒有什麼作品是 特別就是說 哦 Prince Charming這樣 沒有它就是有什麼 就是白雪公主的王 各種王子但是好像都不知道 我記得白雪公主的王子好像就是Prince Charming吧 就是說 就是白馬王子 所以它要演的就是 白雪公主裡面的那一位王子 還是不確定 不確定 對因為它只有公布說名字是Prince Charming而已 你個人電影 所以大家也很好奇 因為我覺得應該有很多發揮的空間啦 因為你 大家完全不太知道白王子的個性是什麼 除非是像小美人魚裡面那個 Eric那一種 他就是比較有一個人設嘛 然後他也 他的外貌啊 或者是個性設定上 有比較跳脫出 跟其他王子不一樣 所以這個 華語圈的這個 國際主題曲 會不會就是 徐佳穎的 神奇百嘛 是這樣嗎 可以這樣嗎 那是 那是別的 好耶 那我覺得 這個選角上面啦 就是蠻多人是覺得 還挺符合的 因為畢竟就是這一部 白馬王子的個人電影 它其實是主打 就是這個王子是有點 呆呆的 然後就是比較 ㄎㄧㄤ的那一種感覺 那跟以往大家印象中就是 覺得非常風趣迷人 然後就是很有氣質的那種 貴族王子形象 比較不一樣啦 那柯里斯和斯波之前 其實就是在雷神索爾啊 或者是 像魔鬼克星之類的 就是都已經有演出過那一種 比較 嗯 垃圾的那一種 但是又很帥的那種角色 所以這一次 大家對於這個選角來講 覺得蠻符合 唯一有一點 只有覺得說 他今年已經41歲了 好像年紀有點大 不過就是 我想應該只是小撮的人的想法啦 可能就大部分的人都普遍還是認為說他還蠻適任的 嗯 就是因為他之前不是就演過一次那個了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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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利賽隆版的那個 嗯 他不是演那個獵人 他不是演那個獵人 對對對 就有演一個類似 在舊 舊白雪公主的一個 一個角色了這樣 他就取代王子角色了 然後其實本來王子這種角色在公主的世界裡面也是一個既定印象 就都是那個樣子這樣 然後就好像似乎就是都是 一見到你就愛上你這樣子 有人在景裡面唱歌 我好喜歡你喔 我愛你喔 我愛你所以我要親你 你要跟我結婚 哇 玻璃村裡面有一個人在睡覺耶 哇 我要親他 這樣就是都是這樣 所以可能也是 可以說某種正確嗎 想要扭轉一下 就是大家對白馬王子的 有點像男版Barbie的感覺吧 就是Barbie 可能大家都覺得就是他們就是裝在漂亮盒子的裡面的娃娃嗎 對 可能就扭轉一下大家的印象 那白馬王子 我感覺有點像是想要走這個路線 就他可能也背負著很多的壓力 像說你給我找一個女生 趕快喔 你那個身為一個白馬王子 你就是一百馬了 沒有公主 沒有公主 你就會被瞧不起喔 這樣那種感覺 沒錯沒錯 那大家也都 因為這個消息目前只是剛剛釋出而已啦 然後不管是他有沒有確定要演 或者是這部電影的檔期也都還沒有一個定論 那所以大家就是默默的等待之後更多的消息去出吧 好的 下一則新聞呢 就是今年56歲的金剛狼修傑克曼 就是因為他之前就是已經跟太太離婚了嘛 那不過呢 最近就是有爆出說 他好像練上了他的舞台劇合作演員 然後呢 這個 對方還是已婚的身份 喔 有點尷尬這樣子 那這個同樣是演這個音樂劇的已婚女星叫做Sutton Foster 對 然後 據外媒的報導啦 是說他們兩個現在是非常熱戀想要共度餘生啦 那女生甚至已經有向法院肅請離婚了 那這個女生呢 就是比 嗯 雪傑克曼的前妻 就是很不一樣的是 雪傑克曼的前妻是大他十幾歲嘛 那這個 現在這位女性呢 她是小他七歲 然後 因為他們兩個 就是畢竟是女生是有婚的身份嘛 所以兩個人就相當的低調啦 到避免就是被大家直擊到他們在一起這樣 不過據說他們是2021年到2023年一起在演出音樂劇的時候 其實就相當的合拍了 然後在完成音樂劇的八個月之後呢 雪傑克曼就跟老婆離婚了 那所以就是這個離婚跟這個 跟合作這個演員有沒有關係 就不知道 對 那這個女星呢 Sutton Foster呢 她跟這個編劇老公其實已經結婚十年囉 有共同領養一個女兒 那她也曾經有公開的稱讚說 雪傑克曼是人非常的善良又慷慨啊 那目前呢 就是有這樣的消息 我覺得很有趣耶 就是對於這種歐美的人 你知道如果休傑克曼是一個台灣的藝人 可能就會被罵爆了 就你跟一個原本可能在一起這麼久這麼久的一個人 然後分開然後馬上又跟一個 年輕很多的 又是合作夥伴的人熱戀這樣 而且對方也是有家事 對方也有家事 然後也離婚 然後就是要來跟 然後現在又在你們兩個在一起 就在台灣絕對就是 會被罵很久 我覺得華人世界的這個家庭道德觀很深厚 所以比較沒辦法容忍這種事情 但歐美當然也是很多人會譴責外遇 但就很快就 但是 就是這樣的 就是跟她的演藝作品 就是可能比較不會有危害到她的演藝生涯 像那個美國隊長也是啊 他也是跟她原本在一起一段時間的 然後之後她演那個美國隊長了以後 就也是跟一個在一起很久的那個 也是之前都是那個週末夜現場的一個女演員啊 對她原本她原本跟那個是在一起一段時間 然後就是紅 就有點像台灣 你看像台灣那個高爾瑄 她好像也是跟一個她的女朋友在一起很久 然後她紅了以後呢 可能就開始狀態改變了以後 哇 這個我真的是沒事 我略到 就是這種屬性的啦 就是原本你在紅之前 跟一個人在一起很久 可能 因為漫威 因為什麼 然後紅了以後 你可能 狀態變了以後 讓他們的感情就開始生變 然後 就開始 跟那個星爵一樣 星爵也很像啦 對對對 然後像查理塔圖最近不是也是 前日不是跟她在一起超久 結婚很久的 在演那個跳舞的那個 嗯 她之前演第一集的時候 在一起 就有結婚嘛 在一起然後就最近好像分手 哦真的啊 對好像最近離婚了 然後最近有跟一個女的在一起 是那個 哇好副長 那個水行俠 前日不是也跟一個女的離婚 在一起 然後離婚的女兒 哦 查理塔圖跟那個女兒在一起 哦真的有 對對對 然後 應該是啦 如果沒記錯 就是可能可能現成了 或者可能長得很像 哈哈哈哈 對可能是長得很像 但是我記得說 那個貓女是不是那個女的演 對對對對對 那我不太清楚是不是那個貓女 但是 總之就是這樣 就是歐美有很多這種 欸離婚 又再婚又離婚 你看J-Lo對不對 嗯 沒錯 但我們好像對於他們就 哦就是一個 一個消息 而且他們的朋友圈就是非常廣泛 就是 欸我可能跟你的前男友在一起 也沒關係 或者是欸你跟我的前妻在一起 好像也沒關係 大家都說好朋友好朋友 就是蠻神奇的 就是對我們來講 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文化衝擊啊 對 所以常常其實我們 我覺得我們都 都有雙標的性質在 就我們其實 就是雙標吧 我們對於歐美的覺得 好像好像就沒關係 提摩西夏樂美跟那個 那個 Kardashian家族的那個誰 在一起 然後好像就 就 立真啊 對然後可能如果他劈腿 或是誰劈腿 然後然後去搞什麼的 像Justin Bieber 或者是誰這樣子 欸那好像都 喔就當 可能離我們比較遠 不會啊周杰倫也劈過腿啊 就是可能因為 離我們比較遠 所以就會覺得 好像就沒差這樣子 對 可是台灣只要有一個人 可能失領域 怎麼了 我們可能就會 就會 比較 因為比較近嘛 就會直接上他社群網 那去罵他是不是 因為他罵他他也太能懂 所以大家寫中文 對 還蠻有趣的 大家可以這個留言 這個分享一下 你對這個看法 這樣我覺得很有意思 修杰克媽說 Who cares Who cares I don't give a F 對 好 對啦 然後下一個新聞呢 就是據說我們的 台灣之光 喔 許光漢要前進好萊塢 要拍尚氣二啦 那今年這個33歲的許光漢呢 他今年喔 是先去服了一年的替代役啦 目前還在服一當中 不過其實他還是陸陸續續 像有那個 政港分局嘛 就是等等的作品 都還是一直有在釋出啊 他像他之後還會有另外一部 將來加監製的電影 然後我記得也是跟這個 香港的女星 袁李玲一起演的 反正就是之後會上映 那就等於說他是 還是一直有在 大螢幕小螢幕上面 一直持續跟大家見面啊 那不過有最新的消息是傳出說 就是這個 尚氣二啊 是2025年要開拍的嘛 那據說他已經有受邀來演出 那正好呢 他明年8月也是退役 那跟這個開拍的時間呢 是不謀而合喔 那所以大家也都非常期待 講說 我們的光漢啊 不只到中國去到韓國去 那現在已經要前進好萊塢了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不過還不太知道 就是他會在尚氣裡面 是飾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 那不過有知道說 上氣二聽說會有新角色鐵拳俠 那不過 他應該不是這個角色 對那 只是呢就是 大家也都蠻期待說 他原本英文程度就還不錯了 那接下來要到海外去拍攝啊 就是應該也 表現應該會蠻 蠻理想的 所以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囉 這個希望他不要被普敘俊劍畫 就是可能帶了一個 因為其實我覺得會注意到許光漢是因為 他在韓國可能很紅 所以可能漫威 因為漫威現在的眼光都比較落在韓國的這個區塊嘛 對就比較宣教 就是比較稍微那種比較就是 就是比較經典 經典類型 對對對 但我覺得就是因為上氣本來可能就會需要大量的這個 華人的演員 對那我覺得他們就會開始跳 但我會覺得還是一樣就是希望他們在對待 對像普俊俊我覺得很可惜 就他們可能就只是純粹就是很單 意圖很明顯就只是要抓 讓他亮個相啊 對抓一個韓國市場 然後因為普俊俊所以我們去韓國辦首映 就那個工具性感覺很強 就感覺沒有給他安排一個可以讓他發揮的角色 結果他變得比較平板化了一點 就會蠻可惜就是會覺得說 那我既然有他擺進來 那應該就是有他的粉絲會來看我們的電影 就感覺這個意圖會比較明顯一點 可是沒有好好的讓普俊俊去發揮他的魅力 就反而讓他變得很搞笑 因為普俊俊在韓劇之中 因為我相信他的粉絲看了很多他的作品 知道他演戲的那個感受是什麼 對然後 可是進到漫威要講英文 然後又安排給他就是這樣子的角色 跟這樣子的發揮空間 你會知道完全節奏不是習慣的那個樣子 就是應該會是說就是知道說這樣的方式 沒有辦法讓他發揮出很好的戲劇效果 很可惜這樣 對 但因為這是喪氣的 所以就我不太確定說會不會狀態就會不一樣 對 可能或許會好一些這樣 只是就是我們也知道許光漢的演戲的這個廣度很廣 他可以搞笑他可以當那種臭子男 可是他要當申請的這種小聲也可以 所以其實希望他這樣子的能力可以幫助到他在漫威的這個戲裡面能夠有所 有好的表現 嗯 好的 期待一下2025年開拍囉 嗯 好的 許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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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期待一下 對要期待一下 好的 那下一個新聞呢 就是我們金馬影帝吳康仁 上個月就是正式的宣布啦 就說要去跟這個中國的機器公司一星娛樂簽約嘛 那後來就是也馬上跟這個孫力一起合作 他們的國產劇叫做直迷 那但是因為他先前就是在國慶日的時候 也不是國慶日是十一國慶 不是中華民國國慶 對的時候呢他就有發文嘛 就寫了祝福錦秀中華 那所以就兩邊沒有討好啊 就中國的網友可能就會覺得說 欸你就是感覺表態沒有表得這麼明顯 然後但是台灣的網友當然也就很不滿說 欸你怎麼開始這樣子舔共這樣的感覺 那所以就變成是被炎上了一波這樣 那後來還傳出說 因為他這個祝福錦秀中華這六個字 其實因為沒有表態的非常明確 那傳出說孫力還霸言啊 就說這個劇集要停拍 因為你就是表態的不夠徹底 對那這一次這個直迷的導演呢 兼編劇薛曉露他之前就有這個受訪啦 就被問到這件事情就說 欸你們的劇集到底有沒有停拍啊 現在是不是順利啊 那他就講到說主演的這個孫力跟吳康仁呢 都非常的專業跟優秀喔 因為他說孫力呢是在中國是極具影響力的演員啊 系路非常寬廣那吳康仁是剛剛獲得勢地啊 對於這個劇集的角色感到非常有興趣 兩個人呢會在這個劇集中是大豆演技 是值得觀眾期待啦 那所以其實這個訪問一出呢 大家也都開始 喔原來這個直迷這部劇還是有在拍的喔 沒有因為吳康仁表態的問題 所以就停拍了 就是大家就可以對這個話題稍微的降溫一下了 對啊我自己現在目前對於就是各種隱形 什麼要PO什麼微博什麼之類的 我的調適方法就是 他們都可能都不是他們PO了 就可能是中國的經濟公司 吳康仁的帳號是掌管在他們手上嗎 那個就是如果你要進軍大陸市場 必須要做的 就是必須要做的起手勢 然後我覺得並不是我們想像中那樣就是說 是吳康仁自己內心這樣覺得 他不是說就是你當你把這個主導權交給別人的時候 別人來罵你也是很正常的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有一些演員啦 我覺得他們就是可能 因為我們的市場真的是密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可能他就要 很多人會覺得說那你就不要去這樣 但我覺得你看好像 像我現在舉個例子 像王心霖好了 像王心霖他一開始在台灣其實還沒有去那個大陸之前 其實他在台灣就真的已經是過氣耶 就我還記得那時候他有上那個台灣的那個紅白 就是上去大家就記得就那幾首歌這樣 然後他好像也沒有什麼新作品 然後每次就是唱什麼愛你啊 就唱就那幾首這樣 但那些歌可能沒有到那麼 就是在我們心裡已經沒有那個 懷舊價值沒有那麼的高這樣 可是他那時候去大陸發展以後 大陸又這樣子整個好像是國家在捧他 乘風破浪的姐姐第一名耶 對然後整個捧上天以後 你看他回來辦小魚蛋以後 是完全就不一樣了 對真的 那你說他要表態的時候 他也是都 他怎麼我們國慶的時候他也都沒講話 為什麼他就是 該表態的時候他也都表態啊 那就是 就是對他來講 他的心路就 他的收入跟他的生活狀況就變不一樣了 那如果是我 我可能也 就是那個狀態 你就是得這樣子嘛 那個你你你我我也太好笑了 你你你你 對啊因為我覺得他 像那個什麼 另外一個那個什麼 那個隱形的翅膀那個 張小涵 他自己在台灣 或者是像什麼歐陽娜什麼 歐陽妮妮喔 就歐陽家的三姐妹 就他們在台灣就是都被罵了 就是其實我們台灣的市場對阿美其實也不好啦 我覺得我的想法是 就是把人對阿美不好 他們去那邊表現得很好 賺了錢 那就是這樣 就是 就是 就是每個人的選擇不同啦 然後 當你站到那個位置上面的時候 或許就是每個人的想法都會有點 改變 對 你必須要迎合的人不同 當然你現在就是生活在台灣 然後你覺得看不順眼 然後想要罵當然都是很情有可原 對我覺得也可以罵 因為畢竟也會覺得說 就是 憑什麼他們代表台灣很多人 發聲去表態說 台灣是一個 是立屬於中國阿等等等等等等之類的 當然因為 畢竟他們都是有話語權有影響力的嘛 就是他這樣子代表台灣來講話的時候 就通常都會 很多人會蠻不開心阿 但是如果說你是 就是站到那個位置上面的時候呢 或就是你會不會這樣做 真的也是不一定 對啊 因為就是 你不是他阿 就是每個人就是 的立場跟想法也都不一樣 對 因為我覺得演員阿歌手阿藝人這種 這類的這種工作屬性就是 你如果不好好把握你能夠賺錢的這段時間 你可能以後 不紅了可能真的是都沒有什麼賺錢來源 所以他們可能有些人會想要極大化 所以就是很多人都說什麼商人無祖國嘛 就是你只要是出來賺錢的 那要什麼祖國阿 對啊 你很難說你怎麼突然就不紅了對不對 所以就是他們得趕快抓一抓 反正 就只能說 兩邊都有自己的道理啦 但是如果說 也不會說你不能去罵他們阿什麼 沒有就是他們要做這些決定 他們就是 他們做這些決定就是 就是要承擔 做好心理準備就是要被罵 對像 不太有另外一個 那個 唱那個 那個 我的寶貝的那個阿 張璇 張璇嗎 張璇嗎 對阿璇他最近的表態也是讓很多人都 傻眼了 對 但我覺得我也不太清楚他 他的契機是什麼 真的是不知道為什麼會變這樣 對 這是一個謎 這個超謎的 超謎的 這比什麼吳康仁都超謎 謎到一個不行 那是缺錢嗎 不是 因為重點是他發完之後 他也沒去中國表演阿 就是 就是你 如果他是為了這個鋪路 那還情有可原 那重點是沒有阿 就也沒有 應該是沒有 要跨不跨了這樣 對應該是沒有 沒有follow到 但應該是沒有 只是覺得就是 真的是一個謎 好的 下一則新聞呢 就是金馬六一阿 在28號的時候公佈了 評審團主席 以及非常強的評審團人選 那今年的這個金馬評審團主席 是香港知名的導演譚家明 那譚家明呢 他有表示說 因為金馬一直以來對於表揚優秀的華語電影 不遺餘地阿 所以呢 他也非常開心可以擔任主席這個角色 他說呢 寄望本屆入圍的電影 可以讓他大開眼界 並且期待呢 與各位的評審 會面跟交流 那這一次呢 其實評審還蠻亮眼的喔 因為這個劇情長片類的評審啊 就是有非常知名的這個製片啊 湯生榮啊 然後像是劇情短片的這個評審呢 也有像是林孝謙啊 姚春耀啊 英正豪啊 然後非常非常多業界 非常有名的人士啊 就是這個片單 這個這個名單一拿出來 大家都覺得哇 非常的厲害 那像是複選影片中 就是有選出入圍名單的 這十一位評審呢 有包含像是謝银軒啊 九把刀啊 林君洋啊 然後林一齊導演啊 陳大浦導演啊等等等等等等 就是大家都 就是一字排開 是非常華麗的 這些評審的名單這樣子 那也讓大家都 非常的期待 金馬六一 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盛會 那金馬六一呢 是十一月二十三號 頒獎典禮當天呢 決審會議 就是會由這個主席 譚家明來主持喔 然後選出了會有這些 選出入圍名單的十一位評審呢 然後還會再加入 這樣是這個徐芳怡啊 然後 蕭雅全啊等等 就是有總共十七位的評審 會來開會討論投票 本屆的金馬獎得主 嗯 哇這個每次金馬就是 我覺得評審都 怎麼講 因為他是評審團制的嘛 嗯 所以我覺得他並不像奧斯卡那樣 是一個學院的會員 投票 全部一起投票這樣 然後可能學院會員有很多很多很多 這樣 那我覺得每次 我覺得金馬這樣子的做法 就是差一直差在說 就是每一次的每一年啊 就是這樣子的評審團的一個口味 嗯 激盪出來的討論的這個結果 嗯 可能都會不太一樣 對 像你之前有參加過 我們不是都有去那個 那個 金稅的 對金稅 金稅的嘛 對那其實我那個 進去裡面討論的時候 就很有意思 對 因為其實那個是一個 評審互相角力的過程 嗯 就是因為大家想法都不一樣嘛 所以其實你在 就是你 你自己的喜好是自己很知道 可是你跟別人的喜好不一樣 可是對方也是一個非常專業的人 所以你要互相去說服對方 我覺得那個過程還蠻好玩的 因為其實你們都是在為了這個 電影界可以選出 你們到底想鼓勵誰 就是在做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 因為這個其實不只是攸關獎金而已 其實攸關的很多曝光啊 上映啊 或者是很多 就是你可以幫助到誰這件事情 其實相對來說非常重要 那我覺得像是金馬的評審 就是他們本身是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跟他們選出什麼樣的作品 真的是很有象徵性意義的事情 因為我記得有一屆是 我記得是鼓勵當主席 然後居然選出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就是這個紀錄片的紀錄片獎 那我記得這件事 當時就是有掀起一個很大的討論 就是覺得說 哇 就是評審團主席是一個中國人 可是他讓就是這個紀錄學運的這部紀錄片得獎 就是這件事情是很有它的背後含義的 所以其實這一次就邀來這個香港導演 來擔任評審團主席這件事情 我記得就是也 我覺得近年來好像有慢慢變多 就是請香港導演來擔任非常重要職位的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就是這也對金馬來講就是當然是很好的養分嘛 就是不只是只有台灣的視角 那包含是很多其他華人圈的視角也都有加進來 那我覺得非常的期待 然後呢11月23號就是會在台北流行音樂中心舉行耶 就金馬獎 對那這一次就是也有非常多頻道會來轉播啊 所以其實很多有在follow金馬相關訊息的人 就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啊 對我有發現那個最近好像金鐘金馬都從國父金館移開了 移施 對可能因為國父金館真的很舊了 很舊啦 對啊 就很多那個打那個光啊 就是打起來就是那個舞台能夠發揮 真的很有限啊 我覺得金馬之前我有去過的那一次 就其實他已經弄得很漂亮 但是他就是因為他是一個算是一個 到過來的Wi-Fi的那個那種舞台 就是這種扇形的 扇形的然後他的舞台 他的舞台反而沒有那麼的空間沒那麼大 他並不是說好像舞台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長方形 後面還有一些可以運用的空間 他是一個上面是相對是小的 然後觀眾席是反而比較大一點點這樣 然後國父金館很陡 比較陡一點啊 有點像TICC那樣就是超級皮抖的這樣 對那我覺得現在換到北流 就是他那個整個可以運用的空間感什麼的 就都會不太一樣 包括外面走紅毯的那個路線也會不一樣 就是之前我記得國父紀念館好像要拐兩個彎 就是要有一個轉折吧 那就等於說就是很多藝人或者是明星走紅毯的時候 其實沒有說很方便 那對於媒體採訪來講其實也不是那麼的方便 但我不知道北流的這個採訪會不會變得比較順利 不過至少是換了一個新的場館 那我覺得對於就是進行舉辦活動來講 一定是友好 對 有更多好處 對 對啊 不過剛剛我們聊到我們要金馬 然後像前一陣子也搬完金鐘了 對啊 然後就是接下來就是金曲了 沒錯 就各種三金的這個獎項 那我們剛剛前面有大家有講說 我們今天要稍微聊一下走鐘嘛 對那因為走鐘本來就是 新媒體這一塊的一個想要 得一個像是三金一樣的這樣子一個獎項 想表揚創作者的獎項啊 對但其實 今年是第六屆了嘛 然後我覺得其實我自己是有實際去參加了 就是前兩屆吧 第三屆可能就因為疫情我就沒去了 然後後面因為我也都沒報 所以我就沒有 我本來就一直以來都是 我一直我的項目真的很難報 真的很難報 對所以但是因為第一屆就是 有去看他們就是 完全是好玩屬性的 對然後到就是發展到現在 那我覺得其實到現在他們 每一次辦完以後都會容易 就是很多批評的聲浪這樣子 然後活動的進行可能也有一些地方 會有很多地方可以再改進 每年都會都是有一樣的狀況 對但我也覺得本身這種講 真的很難 嗯 因為網路 我那時候一開始看到他們 要慢慢往那個方向去的時候 其實我就覺得網路的影片本身 呃你怎麼去評斷那個好跟壞 再來就是又有人 人氣的問題 嗯 就是很多人同樣的影片擺在一起 就是 他是 呃我們創作 創作者 網路創作者很多是被量化的 嗯 就我們都看電影都知道說 雖然說可以用票房來量化 但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票房的好壞不等於影片的好壞 所以大家可以把這個票房的部分 隔開 然後這個如果一字排開 這個可能是李安導的 這個可能是哪一位導演導的 但我們實際還是都會想要去看那個影片本身 去感受那個作品以後再來做評斷嘛 嗯 對那所以我覺得在電影這塊就是可以 呃很清楚的去去感受每一個作品的 呃的好跟壞跟藝術價值等等 跟想要嘗試的東西 可是網路的影片就很尷尬 就是 呃這個人超紅 他用的資源也多 他東西出來比較精緻 那這個東西可能他 呃 他完全不知道他是誰 嗯 然後就相比之下 就可能這個入圍者裡面 可能有這樣子的狀況 嗯 那我怎麼樣去評斷這個好壞 那這個獎項搬出來了 又會不會讓大眾 就是看的人又能夠 能夠滿意 嗯 對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誰這誰啊 為什麼不是給誰這誰 為什麼不是走出來了 對 所以就是其實這獎項本身就 就很難去去評 然後因為他剛好又介於在一個認真 跟搞笑的路線中間 他有一些搞笑的獎項設計 又有一些那種最佳 什麼最佳導演最佳剪輯 就也有這一類的專業獎項這樣 那這裡面其中有一個獎項 就是有先起爭議的嘛 嗯 剛好也是也算是認識的朋友啊 就是那個翁黃德嘛 嗯 無影無蹤 無影無蹤啊 他們就是有創辦了一個頻道 嗯 然後他 對然後 那頻道本身就是都是以 很像是一個影展的身份對不對 就線上影展 他們會徵選作品進來放到他們的頻道 對 這樣然後 他們就用了其中一部動畫作品 去報名 然後得獎了 嗯 這樣然後導致有很多人都會認為 說哇 那這樣以後是不是木棉花 可以拿那個 那個 宮崎駿的作品來參加最佳動畫 這樣子啊 對那有先起一波討論 那你有你有聽到這個事情 對啊 那你覺得呢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其實我先講走中獎的 整個狀態啊 我覺得其實走中獎就是 他是一個很尷尬的定位 是不得不這麼說 就是因為他 當然就是有一剛開始本來就是 胡鬧瞎鬧的產生嘛 就是覺得說好玩 這樣子 然後大多部分的創作者 也都是抱持著一個 就是喔 這個獎本來就是 有點致敬三金的意味 才舉辦這個東西 然後 確實他是用來表揚創作者 沒有錯 可是有一半他也可能是很鬧 然後很好笑的一個東西 那後面呢 參加的創作者越來越認真的 就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一定要拿一座走中獎 就是我會覺得就是 這是我生涯上面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對 那當然就是不可否認 就是因為很多創作者 本來就沒有表揚的舞台嘛 他不像三金一樣 就是你表現得好 你就會有人頒獎給你 就是不是這樣子的 可是 對於一個 就是在鏡頭前面曝光的人來說 我相信他們是非常需要舞台的 就是 他們希望努力被看到 所以有這個獎的出現 大家其實都會非常認真的去看待 而且是越來越認真 那所以我覺得導致這個獎 就是變得有點尷尬 就是變成是 你的評審團隊要很專業 然後你的給的獎 你不能亂給了 就是 你的東西要越來越嚴肅了 可是這跟他們一剛開始 可能成立的初衷 就變得有一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剛剛講 為什麼會覺得很尷尬 是因為可能這個獎原本是 你隨便亂頒給誰 然後就是大家都會覺得 很好笑 很白痴這樣 可是當 已經有一群人 開始校正了 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連觀眾也認真起來了 然後 觀眾也會覺得說 你這獎不應該給誰誰誰了 那就變成是 這個狀態很 不上不下 以前 他像是 自己公司的尾牙 然後想要辦一個 然後找好朋友來這樣 對 像是頒獎典儀的主題 然後我們來想一些獎項 來回顧 自己這個公司 就是這個一年做的一些事情 這樣子 只是用一些很好笑的搞笑 那個 來 來 來頒給這些人 這樣子 但是一開始就只是 局限在自己 公司內部嘛 可是因為後面 以前都會覺得說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你設計的什麼獎 跟我們來看看入圍的有什麼 跟 喔好 我覺得他很認真 他可能今年就是 最佳裸體獎之類 然後就 就每個裸體演出都很辛苦 然後哪一個是最棒的裸體 那就是就很好玩 對 對 對 可是現在開始時間變到現在 就會變成是 會很在乎 嗯 然後會想說 為什麼是這個人啊 對 最後有這個問題會跳出來 對 所以就是很尷尬啊 然後 而且 就像剛剛提到的就是C卡 然後跟C卡得了獎之後 那維藤就是有出來發文嘛 就說 就是憑什麼 頻道只有一支動畫片的 可以打敗 就是 頻道裡面有90% 都是動畫片的 這種頻道 這樣子 那變成是 欸那其實像上一屆 這也有給大嘻哈時代嘛 就是變成是說 欸那如果說 高製作品質的東西 來加入這個獎 那跟平常一般網路上 創作者呢 端出來的東西 大家是不是 品質或者是 他想要呈現的內容 就是變成参差不齊 那這個評審 到底應該怎麼樣去品 也變成了一個重點 然後 你給誰都 都不對 因為就有點像是 蔡明亮導演 每次都拿他的作品 然後去參 就是跟其他台灣電影 去參加台北電影節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這不給蔡明亮 也太怪了吧 因為 人家就是 媽的多重宇宙 如果來投金馬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人家在各大影展 就是國際影展上面 一直狂贏狂贏狂贏 然後到台北電影節 你怎麼可能不贏 可是台北電影節 那些創作者 你說他不厲害 或者是不用心 或者是他作品不好嗎 也沒有 可是如果說 在同一個獎項裡面 我頒給了 例如說 就是 好 反正就某個國片 然後結果他打敗了 就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贏的人就是打敗其他的作品 用這樣的思維去思考 那所以就會變成說 蔡明亮被某某片打敗了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 不合理啊 爆冷 這也太奇怪了 居然 我覺得這種尷尬 也是有存在在北影過 就是 這個狀態就是 我覺得現在大家真的是 很很難去解決啦 然後變成說 你參賽的這個地方 定義到底是什麼 也很難去規定說 那你不能來參賽 或者是誰誰可以來參賽 就是網路的東西 實在是太多太廣了 可能金馬或金鐘 或者是金曲 可能報名的見數 可能就是頂多 三百五百 或六百九百這樣 可是你網路上的影片 你成千上萬耶 然後大家的品質也都不一樣 然後 就是你要怎麼找出 優秀的評審團 去評判 就是這些作品 不只要看得多 然後有專業內容 重點是 就是 你完全不曉得 這個評判的標準 要怎麼評 所以我覺得那個 有一個很重要的門檻 要守住 就是 你 其實我覺得 什麼定位都可以 就是你 但是你的定位到底是 我上傳一支影片 我就是 符合報名之歌 還是說 你是要 你是要 你必須要是一個 YouTube上的創作者 嗯 就是 但是你說 RuTube創作者 你如果說像那種 就是綜藝節目 他們也都在上傳的YouTube 那他們算不算 對啊 對不對 這就是尷尬的點啊 那這就是 我覺得這就是 主辦的單位 要去顧的 因為我覺得其他的講 可能定位都還算明確 嗯 對不對 那網路的我覺得 那個你 你主辦單位必須要想清楚 你的 到底定位是什麼 因為像其實很多 YouTube頻道都是 創作者自己一個人 一剛開始就是 對 單槍匹馬的就是 開始建立起來 後面才有自己的創作團隊吧 可是 主要在創作的人 都還是這個頻道主啊 就例如說 維藤他做的動畫 應該幾乎都是他自己畫的吧 嗯 就算他有助手 可是主要畫的是他嘛 他們的團隊 對那所以這個頻道是 他的 然後以及作品是他創作的 這叫做創作者的頻道 嗯 可是C卡不是 嗯 就是 他這個平台 導演不是這個創作者的 就是頻道的擁有者 他不是頻道擁有者 他是創作者沒有錯 可是他是把他創作的作品 放在C卡上面 就是放在C卡上面 那等於說 C卡的頻道主 他不是創作者 那不是創作者的人 可以來參加嗎 嗯 那還是說 只要我是一個媒介 只要在上面的作品 對 都可以這樣 我覺得 會有創作者不滿的原因 就是會覺得說 你是頻道主 可是你不是創作者 嗯 就是這個是很尷尬的欸 就是 你是頻道主 但不是創作者 那你為什麼可以來參加 但就以這次來說 嗯 就是C卡這頻道 可以報名 可以拿獎 沒有這個渠道沒有 因為是規則的部分 他的規定他是有符合的 對 可是會讓其他的創作者覺得 不滿 對 為什麼 因為你跟我們的形式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 走鐘必須要面對就是 他必須要經歷很多這樣子的 對 他是一個陣痛期 對 陣痛期 但是我覺得這個陣痛越久 會讓這個獎 越來越沒有那個公信力 嗯 就是 就是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獎項本身 對這個產業來講的影響是什麼 嗯 因為像 像金鐘他們其實金鐘地板 他們其實都 多少還是有一些 呃 創投啊 他會去鼓 他會去幫忙這個產業裡面的一些 對 人來去做事情 這個獎項對這個產業本身是有連結度的 可是走鐘目前 他對產業整個創作的東西來說 有沒有幫助我現在都是問號 嗯 就不知道有沒有在做 有有有 有負面行銷到C卡啊 跟那個圓火 就是 就是這部作品就是有被大家看見 就因為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新聞的關係啦 對 就不知道有沒有一個走鐘的創 就有了有創作者協會啦 但是說這個協會到底有沒有真的幫助到 所謂的創作者啊 嗯 然後怎麼個幫法啊 然後什麼之類的 就是這東西可能都還不是很明確 或者只是一個好朋友大圈圈而已 不知道 對 就是很容易會這樣 然後你看美妝創作者幾乎都沒有在裡面 對啊 是不是沒有美妝了對不對 沒什麼看到的 好像沒有一個美妝的獎 就如果有的話 就 但我覺得我印象中好像 沒有看到什麼美妝的Youtuber上去 嗯 對不對 或者是有那種跳舞的 我什麼之間 我覺得很難 因為網路上的範圍實在是太廣了 但我覺得美妝 欸甚至是Youtube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一個很大的類別 對啊 有一個菲律賓的 非裔的一個大創作者吧 反正就是一開始元老等級 就那幾個 其實有一個就是 帶出那個畫美妝開箱的 這一個創作者 就是美妝啊 所以我覺得美妝在Youtube 對台灣的美妝Youtuber超多的 很多啊 我就覺得說 欸怎麼這一塊 好像都一直都沒有 嗯 就是美妝是一個大圈圈 它不算是一個小圈圈 它算是一個大圈圈 真的是 對啊 看超多 但好像似乎沒有 沒有一個獎項是特別在講 就是 但我覺得 本來這個獎的性質就是以 就是 可能呱吉 或是他的團隊的喜好出發嗎 那可能 就是比較 沒有策略到這一塊 我不曉得啦 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本來就是以 他們的主要想法 可能覺得哪個東西比較有趣好玩 就把它放進來 可能他們考量並不是說 我什麼都要南瓜 沒有啊 就是他們就是覺得說 我想用哪個就用哪個 對啊 本來就是以主辦單位的 考量去 去做思考啦 那但是這一次就是 就是 我覺得C卡 就是也是蠻蠻蠻蠻衰的 衰的啦 對我覺得蠻衰的 我往那邊燒這樣子 那因為他們其實 他們也就是報名啊 就是拿 因為他們是 符合資格的報名 他們並沒有鑽 就是 你說鑽漏洞 就是也沒有 他們就是符合資格啊 你要人家怎樣 就是他們 他們也不是說 看你頻道有多少支影片 來斷定說你這個頻道就是 憑什麼啊 厲害這樣子 也不是 就是他們拿出來的作品 就是夠好嘛 那C卡後面也有解釋說 其實這個獎項上面 刻的也會是導演的名字 就等於是刻創作者的名字嘛 那C卡就等於說 他們只是一個媒介 就是一個渠道這樣子 那 就是重點就是 後面就是 以渠道的方式去報名這件事情 到底 就是在後面的總統獎 到底是可不可行 或者是 之後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我們就不太知道了 對啊 那這個獎項還六年了 還算 如果扣掉 那個第一屆 是自己那部的話 可能就是五年六年 左右的一個獎 那我覺得還有很長 還很新 對 不過那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啦 就是這個獎項的部分 是一個問題 當天的表演內容 又是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發現 就是很多創作者在自己的 經過剪輯之後的節奏 跟在現場活動的節奏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很多人會覺得尷尬 很多人覺得 很幹嘛 可能多少都是因為 少了剪接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 要怎麼樣去安排 那整個活動的流暢度 跟要選擇 什麼樣的東西進來 那個也是一門學問啊 對 我是沒有看表演 我不知道 就是他有一些滿尷尬的 一些互動 對 所以就是因為 照理說你們這些 所謂的創作者 應該是要很有創意的吧 對不對 大家這個 大家的腦袋聚集在一起之後 我覺得在舞台的那個 表演上面 跟選擇的主題上面 應該要更精準 讓這個活動更好玩 有趣 而不要變成說 又為了要成為三進 就變成 又把東西又拘謹起來了 照理說你們這樣 應該是要有更大的空間 去發揮你們的創意才對 對啊 所以就有些地方 就會很尷尬 就 好 加油好嗎 加油 我也是希望那個獎 想能夠繼續往好 往好的方向去 因為我是一個超級旁觀的旁觀者 對 所以我也就是只能 就是當一 就大概看看感覺 能夠提供一些想法 我們的 微不足道的想法 微不足道的想法 這樣子 對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 然後 很感謝各位收聽這禮拜的電影 酷拉布 那我那個 最近這禮拜 台風天 希望大家能夠好好的 這個 這個 防台 這樣子 好好待在家 不要跑出去晚安 好啦那我們就 節目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我是部長 我是太空小姐 掰掰